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那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一讲 Medicum Toys 2021年9月底的一些预秀熊吧 那这一只预秀熊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四方年神 那是哪四方呢? 当然就是包括了Bearbreak 第二方就是Jimmy Joe 第三方就是Eric Hayes 第四个就是Peggy 那这款熊有两个package 一个package就是400% 100% 另外一个package就是1000% 那售价方面700% 100% 售价是29700元 那如果是对港币的话 大概是2000块出头 那如果是1000%的话 是132000元 对港币的话 9300元 那那个售价相当的高 那anyway 我们继续去介绍吧 那那款熊啊 会在2021年的10月发售 就是应该是下一个月了 那这一次的发售 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限定熊吧 会在那个 ERG 就是Medicum Toys 他们的官方的那个售卖店 那另外就是Jimmy Joe 他们那个官方网站 那anyway我们先介绍Jimmy Joe吧 那这一个就是Jimmy Joe 他们的那个官方网站 那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一个 卖一个高端的那个女生的一些服装品牌吧 那就是他们看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官网啊 他的那个左上方是一个HKD 那因为他是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背景啊 那刚才所讲呢 他的那些女生的那些服装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一些价格吧 那比如说啊 这个包包啊 15500块 那箱鞋子是7190块 那所有的都是港币啊 那所以就是说啊 刚才我所讲的是 他们针对的是一些极端的高端客户为主啊 那我相信呢 应该不是属于那种年轻人为主啊 我估计是35岁或以上吧 或者是他富豪等级才可以 afford得起他们的一些 一些服装服装的用品啊 那anyway啊 他的那个服装用品的话 他应该是占了那个7层以上啊 都是为了女生设计的一个品牌 那另外的两三层啊 就是男生啊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官方的IG 那虽然说啊 看得出来他有一些男生的东西 就找一种Smart Casual为主啦 那女生方面应该是 一些高跟鞋啊 包包啊 那些都是 那并不是上班啊 应该是去一些Party的一些地方 一些场合吧 那anyway 那讲一讲那个 Jimmy Joe这家公司 到底是什么回事吧 那先讲一讲 他们那个创意总监啊 他们的创意总监 是Centra Cho 那他的这家公司啊 其实是跟那个英国有一点渊源啊 因为他在那个90年代 就是在那个 伦敦的那个东部啊 就是成立了这家公司 那成立这家公司的人啊 就是叫那个Jimmy Joe啊 那Jimmy Joe呢 就是Centra Cho的一个叔叔 那可是呢 Jimmy呢他自己本身呢 在2001年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这家公司了 那Centra可能就是 哈 为了纪念他几位叔叔啊 就继续用这个品牌吧 那这个就是大概那个 Jimmy Joe的那个 那个公司的 那如果是看一下他们的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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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话呢 看得出来他们是走一种 Elegant啊 或者说比较呃 完全不是上班族啦 这个应该是去他们 一些哈 富豪的party的那些 一些用品啊 那高跟鞋啊 那些那些 那学会就是说 哈 为了一些特别的上班场合吧 不然的话 那个是走一个 非常Elegant的一个路线啊 另外也顺便讲一讲 那个Jimmy Joe这家公司啊 他的那个五公司 只叫那个Pirit C-A-P-R-I 那这家五公司啊 下面呢 是有三大的一个品牌 除了刚才那个Jimmy Joe之外 还有那个 Michael Cruz 跟那个Vansage 也是他的一些 呃 一些所拥有的一些品牌吧 都是相当高端 客户为主的一个 一个 那些三个品牌啊 那另外呢 这家公司啊 C-A-P-R-I 就是一家 美国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 好吧 我们讲完Jimmy Joe之后 再讲一讲Erik Hayes吧 那Erik Hayes啊 他是属于一个 美国的一位艺术家 那他出生于1961年啊 他还在世界上 那他的现在来讲 应该快60岁了吧 那他的那个 呃 艺术的那个背景啊 就是应该是 属于那种很传统那种 艺术背景吧 那可是呢 他出名呢 就是在1972年 左右的开始 他的涂鸦事业了 那他的那个 1972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于 那个熊啊 有一些啊 艺术的一个收藏的话 相信 Keef Herring 跟Jim Michelle Buskey啊 这两个名字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啊 这两位的艺术家 都是他的朋友 可是相对而言呢 这两位的艺术家 他的命 他们的命是比较短啊 在二十几三十几岁的时候 走音去世 所以Erik Hayes啊 相对来讲 就是相当的强秀啊 那这位艺术家 他有一点点特别 也算是说他早期在美国那边活跃 可是在前夕年之后 早在1991年啊 他就已经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fletship store 在TOKYO 那在2000年之后啊 他就有在一些 亚洲的不同区域 有他的一些展览啊 包括了香港和东京 那所以呢 这位的艺术家 除了比较强壮之外呢 他所协助的一个范围啊 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亚洲啊 这个是比较 特别的一个艺术家 好吧 那我们去看一下 Erik Hayes他的一些代表作吧 那刚才有讲过 就是Erik Hayes 他本身的 就是一个位 涂鸦型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他的那些产品的设计啊 都是很受一种 消费品的一种 产品公司啊 是宽宁啊 那其中呢包括 Like Like 在Olympics的时候 有找他设置过 那CASIO的G-SHOP 那这个是Like的Air Force 都找他做了一些工作 那看一下这个 这个Converm at War 这个大字型的一个 Symbolic icon啊 是他常常用的一种 设计的一个icon 那之后也会讲一讲这个icon 那Beans Japan 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啊 基本上就是日本所有的人啊 去日本去旅游的时候 都会去那个Beans 那这个是Bucklin 他们那个球衣 那都有帮他们做一个设计啊 那基本上啊 在他的涂鸦的风格就是 相对于比较简单 并没有Keef Perrin啊 他的来的那么复杂 也没有那个Buckski啊 那那些啊 那些捷否的事捷 那这个大字型的那个 Symbol啊 有出来了 那这个也是Like 所以他的 应该是跟Like的渊源 比较深吧 常常跟他们合作啊 那另外呢 还有Henekin 那Henekin是一个 酒杯啊 那这些链接我都会放在 那个Description里边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看一下 那个Eric Hayes 他的一些 以前的一些作品吧 那这是Eric Hayes 他的一些IG啊 那如果是看一下 他的那个 嗯 也是一个大字型的 那个Icon 出现在那个 Shirt的那个 那个 袖子那边 那应该是 他是他的妻子啊 那他的IG呢 如果是一位 60岁的 老人的话 是算是 还算是 还算是蛮 trendy的 那他的那个 大字型的 那个Icon 也在一只妞妞的 那边出现啊 好吧 那我们讲一讲 最后一位的 连城方啊 最后一位 连城方啊 这是Poji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网站啊 这是New York Times 一位一家 美国山南有名的 一个新闻公司 那Poji呢 他本身是 一个日本的 服装品牌的 一个冲衣中间 因为服装品牌 这是United Arrows and Sun 那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的一些服装品牌啊 或是时尚 呃 时尚方面呢 一个品牌比较熟悉的话 相信也会有听过United Arrows and Sun 那那个Poji啊 Poji啊 他的那个全名啊 日本全名是叫小木基石 那那个 那个名字比较难念的 如果用国语的话 我们还是叫他Poji吧 那Poji他本身呢 他的那个服装啊 或是他的那个United Arrows and Sun 他的那个产品风格 是从那种街头时尚为主啊 所谓的街头时尚 他就是不是那个街头那么casual 那时尚方面呢 他也是没有到那个Smart Casual那么casual吧 就是似乎那个Smart Casual 跟那个街头那个服装中间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出来啊 他自己穿的衣服啊 永远都是有一袋带了一顶帽子 然后有一件外套 那比较适合于那种 比如说你是上班族啊 可能就是说 下班之后有一个Happy Hours 他的服装是比较合适啊 那看一下United Arrows 他们的一些衣服吧 那大部分呢 都是一些男生的衣服啊 那都是casual 有一些是Smart Casual为主啊 那如果是礼拜五啊 你如果是在CPT上班的话 这些衣服相当的合适啊 那他也所谓有一些女生的衣服 大家稍微看一看 他的那些Women的那些衣服吧 就只有那两件了 所以哈 United Arrows主打男生的衣服 那他的售价 我个人是觉得他的衣服售价还好啊 比如说这件外套 走四万円就有了 那相当的我觉得中产 中产阶级吧 中产阶级啊 并没有像刚才所介绍的那个Jimmy Cho 那边那么夸张的这样子价格 那看一下那个Pochi他的那个IG啊 看一看 那他的那个找那个 时尚街头那个风格 或者是哈 街头时尚风格 或者是时尚街头风格也可以啊 那简单来说 就没有casual到去穿短裤啊 或者说 没有办法去进办公室的这种 这种风格的那些穿着吧 好吧 那我们去做一个熊的小熊结吧 那这一次的熊啊 比较特别啊 因为他的年层方比较多 那我小微就是 summarize一下 这三个年层方他们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他的角色吧 那Jimmy Cho的话 他的是主打女生的一个服装 他走的一种风格是相对的比较elegant 那他的售价 你刚才看过他的衣服售价是相当的高 那另外一方呢 就是Eric Hayes 那Eric Hayes 就是走那个街头 涂鸦 涂鸦艺术的路线啊 他走的那个路线 是比较consumable的一个路线 那最后一方呢 就是pogee 那如果是看那个 Medicum Toys这一次的官方网站呢 说那个熊啊 是cat-rated by Pogee 那就是说这个熊的设计统筹啊 都是pogee来统筹的 那看一下那只熊的话 他的表面呢 是有一种像涂鸦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风格 那可是呢 他的里边呢 就有一个发亮的 那个大字型的那个 那个icon 那大字型的那个icon 看得出来就是 应该是Hayes 他的那个 常常用的那个 那个 symbol 还是那个icon吧 所以是说 哈 那个 看出来就是 外面呢 是走那个Jimmy Joe的那个路线 可是你可能是想问 诶 那个花纹是代表一些什么呢 那如果大家看一看呢 其实 那个Jimmy Joe啊 他的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 那个icon啊 有没有看到一个J跟一个C 那那个J跟那个C啊 那看得出来就是哈 可能是用了那个涂鸦的那种风格来代表啊 就是把他们公司的那个logo 用了涂鸦的那种风格来画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哈 这就是哈 Jimmy Joe在外面 然后呢 里边呢 是那个Eric Hayes 可是呢 也会有一点点奇怪 原因是因为 诶 外面这个Jimmy Joe 会怎么用涂鸦这样子的方法表达 反而呢 里边呢 走街头路线 或者是走那个涂鸦路线的那个 那个Eric Hayes 是在里边 那里边的话 看起来啊 是是 是有一点点Elegant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呢 我是觉得那这一位的Poge 在他统筹和是设计只有熊的时候啊 他把那个 Jimmy Joe 他的那个风格 就是改变了 变成是那个Eric Hayes的一些风格 那他也把熊的里边啊 那个小灯灯啊 也把那个Eric Hayes 他本来是涂鸦路线的那个风格 变成一个很Elegant的一种感觉 所以哈 那个Inside Out 跟Outside In 互相融合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手法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那Anyway啊 这次的熊啊 他的售价 相当的高啊 尤其是1000% 所以哈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透明系列 或是说哈 像Jerry这一种的系列 有点感觉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考虑一下400% 100% 1000%的话 可能就是哈 还是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 Bearpress的收藏家吧 那Anyway 那今天的那个分享的道解你啊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 就在留言区问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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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